而这回面对恐攻 法国派出了是专司反恐的宪兵特勤队来捉拿枪手 也让世界注意到这支精锐部队 神仙士族进入客桑 与四名恐怖分子正面交锋 在发行8969号班级结石事件中 由一支全身黑衣的狐击精锐 解救了机上229条人命 这支全球赫赫有名的特种部队 是法军麾下的宪兵特勤队 简称GIGN GIGN专司反恐行动从1973年创立以来 GIGN执行超过1000件任务 估计有千名以上嫌疑犯栽在GIGN手上 主持人是世界上编制最小的特种部队 成员只有120人 入选者除了自己装备外 连恐怖分子的常用武器也要会操作 成员人必须学会爆破、狙击、空降、潜水等技巧 甚至钻进几种外语 其能与智力要求超乎想象 而说到特种部队 就不得不提美国海豹突击队 美国海豹六队突击巴基斯坦 一举击毙九一一捆公主贤宾拉登 美国海豹突击队是世界上最精锐 最具威慑力的特种部队之一 它是一支海陆空三七作战部队 其队员不仅能执行水下侦察任务 和陆上特种作战任务 还能以空降形式迅速前往战区渗透敌后 往往在敌人察觉之前就已经完成任务 然而特种部队最早源自于德国 1936年德国最高统帅部军事情报局局长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成立博兰登堡特种部队 该部队成员均会说一种以上外语 并熟知所在过情况 二战爆发后该部队成员潜入敌对国家中 实施广泛的破坏行动战国显赫 世界上特种作战部队的主要作战模式 才因此确立 记者综合报道